各位朋友大家好啊 我手里这个就是库代科最新推出的10号超级电能线 一款号称能让你老旧充电头起始回升的充电线 它支持快充一拖二 还首创了库代科ADC协议转换技术 虽然这根线材网上已经有很多博主做过这个产品的测评 但是还是有这么多的老铁想要看我来测试 那我就买一根回来呗 满足一下你们这些老铁们 谁叫你们一直这样支持我这个频道 喜欢我视频的帖子们 还是要把一键三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来 谢谢你们 新来的朋友记得点点关注点点订阅 我们话不多说先开箱 库代科的产品 它的包装盒无非就是黑色和灰色两种 这个盒子就是黑色的 这边经典的库代科蓝色标识 库代科10号超级电能线的标识 充电线的实拍图片 这边是制造商信息产品信息 背面是它的一个规格说明 条码信息 我们打开盒子 这个就是10号充电线本体 随着线材附赠一根魔术扎袋 这根线材的重量为63.5克 线材表面为编织网的设计 跟这个磁吸的编织线 网布是差不多的 编织网的细节做工非常的盛密 1分2的数据线 这边是主线 这边是分线 一共两根 这里还有一个分线器 这个分线扣可以自由的上下滑动 三个充电口设计都是一样的 上面有进出的标识 Type-C口都有蓝色的塑料作为一个点缀 包括充电口内部也是一样的 有蓝色的塑料作为一个点缀 Type-C口护套宽度11.2毫米 厚度为6.8毫米 护套的长度17.2毫米 连底部防折端部分25毫米 线材的直径为3.6毫米 比这个磁吸的CC线它要细一点 这一根线材的总长度为1.37米 还差一丢丢 这一根进线的长度接近90公分 两根输出线的长度在441厘米左右 这一根线材的设计风格 铝合金的壳体加黑色的塑料 再加上裤带壳蓝色的点缀 整体看起来科技感是满满的 线材的外观我们简单的看了一下 我们进入测试部分的内容 首先我们测试之前 我们要清楚这一个产品 它的针对的用户群体是什么 说白了这一根线就是一个 协议转换或者是 单口变双口的一个功能 专门针对的是 家里面有这些充电设备 比如说苹果的单口的充电器 它又不支持小米设备 它又不支持PBS 花了高价格买了一个大容量的充电宝 功率虽然大 它没有米家的私有爷爷 它也不能支持PBS供满快充 还有这种大功率的充电器 140瓦的充电口 仅仅也就是140瓦 没有米家私有协议 没有PBS供满协议 这些设备都是花了高价钱买回来 仍然又可惜了 这个时候 这一根线就派上用场了 接上这一根线 这个单口充电器就变成了双口充电器 然后这些设备 全部都有了米家的私有协议 而且还可以支持公版的PBS快充 这就是这一根线 所针对的用户群体 首先我们来测试一下 这根10号电能线的协议转换功能 这个充电某 这个是没有经过协议转换之前 它所测出来的协议 我经常在视频里面说 这协议太多了 反而还不是好事 让我们实际来看一下 这一部手机是荣耀300 只能启动双闪的快充标识 真实的功率的话 功率非常低的 只有10瓦左右 这一部手机是蓝厂的设备 它有UFCS 也有PBS快充 插上去只能显示正在充电 正实功率的话 大家看一下 这个功率非常低的 PBS没有启动 这一部手机是绿厂的新款的设备 真我系列的手机 插上去也就显示正在快速充电 实际功率只有13瓦左右 然后我们接上 库奈克10号超级电能线 再来测试协议 就变成了这样的 其他的杂七杂八的协议就没有了 PD 3.0 虽然变成了100瓦 但是它的兼容性要好多了 有5-11V 5A的一个PBS 也还有小米的私有协议的 90瓦协议 同样的这部荣耀300 直接启动MAX50瓦的快充 真实功率直接跑到42瓦左右 这部蓝厂的设备 Vivo的闪充标识已启动 PBS快充已经启动 真实功率直接跑到20多瓦 这部是绿厂的设备 我们直接看仪表 已经启动了PBS的快充 功率的话跑到26瓦左右 比刚才翻了一倍都不止 咱们频道前面测试过 各种品牌的大功率的充电器 它们的兼容性的话 总是不那么尽人意 各种各样的不兼容 各种各样的启动不了 就好比这一个充电器 前面测试这个充电器的时候 大家都看到了 这个140瓦的充电口 它是不支持任何手机的PBS的 接上这个线以后 就变成了50瓦的MAX超级快充 也许有些老铁人问 你怎么不测试 小米的功率是多高啊 我再三给大家强调一下 库泰科属于米家生态链企业 它对小米手机的支持 那肯定是百分之百的 我们功率分配就用米家的手机 来测试给大家看一下 这一根10号的电能线 对这种单口的充电器的话 绝对是非常的友好啊 单口转换启动小米的90瓦快充 荣耀的PBS快充50瓦 单口变双口 就是这么简单 我们看一下它的功率分配 我们让它把功率跑到最高功率 跑到70多瓦 这个时候我们接上一部荣耀手机 这边没有断连 功率的话就降了啊 荣耀手机启动的是 42瓦的MAX 这样用的话 就是走的一个50多瓦 加一个20多瓦 总功率在80多瓦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我们先启动PBS快充 现在真实功率已经跑到40多瓦 我们再接上一部67瓦的小米手机 没有断连 功率重新分配 这边启动的是65瓦MAX 然后功率的话就优先的切换到小米这边了 这米家的设备的功率跑到30多瓦 这边20多瓦 加起来的话 大概就是60瓦的功率 我们来看看两部小米手机同时使用的时候 它的功率是怎么分配的 我们让它的功率跑到70瓦左右 然后我们再接上一部67瓦的设备 这边则是显示了米Tripper Tanger 小米快充 这边的话是没有断连功率进行了重新分配 两边加起来的功率的话 大概就是70多瓦的样子 真实功率啊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两部PPS的手机同时使用会是怎么样分配功率的 我们先启动荣耀的50瓦的PPS 现在功率已经跑到40多瓦 我们再接上绿场的PPS设备 一样的没有断连功率重新分配 荣耀的功率则变成了35瓦左右 降了几瓦的功率 然后这边就是26瓦左右 总功率的话大概就是60多瓦 这一个库代科10号超级电灯线 这一根线它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 我也不知道其他的博主测试到没有 就好比前一段时间上市的这个6号的电灯卡片充电器 由于这个体积的原因 它的输出纹波在最高档位的时候 它有150毫伏 这一根10号的电灯线把它滤除一下 它的输出纹波就会低很多 我可以测试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是5伏15瓦的时候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是53.3毫伏 9伏27瓦的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是74.9毫伏 12伏36瓦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变成了82毫伏 15伏45瓦功率 这个时候纹波就是74.2毫伏 20伏3.25安65毫功率的时候 以前我们测出来它的纹波是150毫伏左右 现在的纹波是63.2毫伏 这个纹波滤除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还有一个问题 大家要注意一下 比如说这一个联想的C140 咱们单口使用的时候 直接可以启动荣耀的100瓦快充 用这一根线转换一下 它就变成了50瓦 这个问题大家要注意一下 除非你是想单口变双口来使用 这个线是可以考虑的 以上就是这一根库赖科10号超级电灯线 所有的测试部分的内容 大家对这一根10号超级电灯线 它的表现满意不 我们现在就是进入拆解环节 拆解之前大家先看看 这一根数据线的抗拉力的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根线 它能够扛多少公斤的拉力 这是第一次拉力测试 通过慢镜头的回放 我们可以看到56公斤的拉力 就直接把它拉断了 我们再进行第二次拉力测试 第二次的拉力测试 在59公斤的时候已经断了 毕竟这一根线相较于磁吸线的话 它要细一点 所以它的抗拉力就要稍微弱一点 这根线材的拉力测试 它的成绩也还算是非常不错的 我们现在把这个线拆解开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一个是线材外部的编织网 大家可以看一下细节 我们剥开黑色的TPE材质的黑色塑料 这是它的外皮 这一节是主镜线 外部包裹着非常亮的屏蔽铜丝 屏蔽网铜丝 铝箔的屏蔽层 三股凯夫拉材质的抗拉纤维 两根红色的正极线 一根黄颜色的CC线 这一根灰色的线 就是一根负极线 灰色的负极线的内部 杜西线的铜丝加抗拉纤维 两根正极线的内部 一样的有抗拉纤维 黄颜色的CC线 内部一样的有抗拉纤维 这是我剪下来其中的一根输出线 外部的编织网跟主线是一样的 黑色的TPE外皮 包裹的屏蔽网也是一样的 这是内部的屏蔽铝箔 凯夫拉材质的抗拉纤维 也是三根 输出线的话 它一共有五根 这三根分别是 D加低减线和CC线 红色的为正极 灰色的为负极 全部把里面的线性捋开给大家看 每一根线内部都有抗拉纤维 这个线材做工好不好 大家看我拆解的各样子就知道了 这是分线器和Type-C口 所用的铝合金材质的外壳 外壳内部的黑色塑料 每一个Type-C口内部 还有这种蓝色的塑料进行填充 还有钢套进行保护 钢套内部还有一层蓝色的塑料进行填充 这是两根输出线的内部 内部虽然没有芯片 但是每一个充电口 PCB版上面都有一颗MLCC电容 这个可以起到稳定电压的作用 还可以起到滤波的作用 然后主线栏内部有一颗E-Marker芯片 这颗芯片的4E型号为MBEA 但是这个资料的话 我网上找了很久没有找到 咱们也不知道是哪一个厂家的产品 这一块PCB就是分线器内部的一个电路PCB 内部电路架构 采用的是一颗芯片进行电压电流的右片输出电流 再由一颗协议芯片控制两路降压电路进行电流输出的模式 主要的芯片都是来自成立于2014年 一家以电源管理芯片快充协议芯片研发销售的公司 深圳英级新科技 这4颗芯片分别是 PD协议右片芯片IP2752 这是一颗可编程的PD控制器 芯片支持双向应用 支持Vcon供电和可编程的过流保护 支持电流能力定义和检测 支持作为电源供应端 电源接收端和双角色端口的应用 在这个电路里面 它主要作用是右片充电器的电压电流 为后端的电路进行供电 快充协议芯片IP2738U 这是一颗支持多个充电接口的协议芯片 支持双口18至140W快充应用 具备独立的反馈控制 具备独立的USB PD控制 类自4路独立的MOS驱动 控制多个VBUS开关管 进行输出端口切换 以及两路电源并联控制 并且支持双路独立的过流过压 及短路保护 两路降压电路的控制芯片IP6550 这是一款支持36V输入的 同步降压控制器芯片 类自MOS管驱动功能 进行高效同步整流降压 输入端耐压48V 类自完善的保护功能 可以实现简化的同步降压转换电路设计 背面两颗实微亨的电感 配合刚刚介绍的IP6550降压芯片 进行降压使用 这个电路的输入和输出的滤波电容 来自成立于2005年一家主要生产 超小型低阻抗耐高温 长寿命导电性高分子卷绕型固态电容 晶片型电容的厂家 台湾玉邦电子三个电容的规格 都是47微法 耐压25V 属于玉邦电子EA系列 小尺寸 低阻抗 高可靠性 贴片式 固态电容 这四颗就是配合IP6550使用的 NMOS开关管 私印型号 40N40G 来自成立于2014年 一家从事硅与碳化硅器权研发生产销售的企业 深圳美普生半导体 这四颗NMOS美普生官网 没有资料下载 看这个私印的话 应该是耐压40V的 两组将压电路 各使用两颗 组成半桥拖布电路 由这一颗协议芯片控制的四颗开关管 上面两颗 下面两颗 私印分别是 VS3698AE和VS3508AE 来自成立于2012年 始终聚焦功率器件研发与应用的公司 深圳微造半导体 这一颗3698AE为NMOS开关管 规格是耐压30V 内部导主3毫欧 最大漏机电流76A 旁边这一颗3508AE为PMOS开关管 规格是耐压-30V 内部导主8.5毫欧 最大漏机电流-47A 四颗开关管 由IP2738U控制 进行输出端口切换 以及同时输出并联控制 给大家讲一下工作原理 右翩芯片负责 右翩充电器的电压电流 协议芯片负责识别两个充电口的工作状态 控制这两路降压电路工作 一根线缆输出的时候就只有一路降压电路工作 两个电缆同时输出的时候就是两路降压电路同时工作 当然这个米家的私有协议就是通过编程的方式 写在这一颗IP2738U芯片里面 这一根库代科10号超级电能线 经过我的测试和拆解 相信大家对它有了一个更深入的了解了 这个产品的用户群体定位 主要是面对广大的小米用户群体 和支持公版PBS快充协议的荣耀和蓝绿厂的用户 让这些用户家里面兼容不好的充电设备和一些老旧的PD充电设备 重新焕发澎湃的活力 当然苹果15和16的用户也可以利用它 对苹果的Mac电脑的单口充电器变成双口使用 这根线材内部的用料也是非常不错的 我相信老铁门你们也可以看出来 这就是咱们为什么做这些测拆视频 就是为了给大家购买的时候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参考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记得一键三点点赞关注投币走起 你们的支持就是咱们这个频道更新的动力 有需要购买这些充电设备的朋友们 可以到咱们橱窗里面去看一下 都是经过我车拆的 我觉得比较好的产品 我挂上来有需要的可以照顾一下 我们没卖一个这种产品的话 我可以拿到一两块钱的佣金 谢谢你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